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乌克兰一直排在我的旅行名单前列 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4500年 乌克兰境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几个人类活动地之一 它被称为欧洲之门 因为很多人文化、品味和宗教都是通过乌克兰的土地进入欧洲的 它也被称为很多民族和文化的摇篮 而我当初在纽约生活的时候 以乌克兰美女为首的东欧模特 一直是最强手的资源 也是特朗普等大佬的最爱 但再美好的国家也经不起动荡 当我回到上海时 就发现因为各种局势变化 昔日在纽约金贵的乌克兰女生们居然也非常的亲民 兄弟们别客气 今天我请客 要知道这在纽约可贵了 我只想说在乌克兰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有着超过4000万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 在乌克兰享受了和平生活 才有了这么多养颜的快乐源泉 我希望乌克兰继续和平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美好 威斯拉 从乌克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